台中市教育局为了促进教学数位化 与企业签订元宇宙3D教育模式合作备忘录 引进了舞台智慧互动电子白板 让小朋友能使用不同情境学习课程 来增添不少趣味性 更在丽人国中建置了培训基地 要提升老师虚实整合的能力 讲师在台上用着活泼的语气操作智慧白板 一件下的瞬间答案就随即出现 也让整个课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为了促进教学数位化 教育局进一步与企业签订元宇宙3D教育模式合作备忘录 依照在丽人国中举行捐赠仪式 这个科技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整合进来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教材 让老师在跟学生的教学互动就更为缜密 所以我想老师在学习之后能够应用在教学上面的话 学生的学习动力被激发 能够有助于学习成效的提高 因为疫情是为学习的浪潮崛起 为了让老师更能实践混成教学 就有企业捐赠5台86寸智慧互动电子白板 简单应用满足不同使用情境的3D互动教学 现场更实际让教育局副局长亲身体验 也让整个烟席充满着满满的校生 我们知道从做中学从参与中学 它的学习效果是最棒的 所以搭配电子白板 搭配电子白板相关的这些软体 相关的教材 其实在教学成效里面一向是最好的 也可以把台湾的教育力 把台湾的科技力 透过网路无远附近的对外穿搭 另外更建制台中市数位教学培训基地 选在丽人国中 并进行50位种子教师的教育训练 要让教师们大大提升虚实整合的教学实力 透过现在这种教学的方式 就是可以把实体跟虚拟的两个部分 能够整合在一起 不但能运用数位 但是也能够保持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个温度 这样的教学效能会更好 透过科技化设备为教学挹注新能量 不仅为课程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也让老师在后疫情时代 对于混成教学 更能够掌握孩子学习的专注度